众所周知,NBA是一项商业联盟,很多时候都与利益挂钩,此前公布的圣诞大战对战球队,选择的就是最重头的比赛,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。 如今各支球队全美直播场次也发布出来,令人震惊的是,湖人的场次居然位居榜首。 一、湖人位居全美排行榜,榜首近日聚近日美国记者Sam Yamek统计,全联盟球队新赛记得到全美直播,包括ABC、ESPN、TNT和NBATV。 场次排名也公布出来,湖人队以43场位居榜首,紧随其后的是,纽是40场,火箭、凯尔特人、金石流人39场、雷霆36场。 另外,没有其他球队得到30场以上的全美直播场次,而传统强队马斯也获得25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其实从上赛季得到39场全美直播场次,锐剑到本赛季只有7场,其中ESPN将直播两场骑士比赛,NBATV将直播5场比赛。 二、湖人拥有大球是排除湖人之外,这份全美直播场次也在透露一条信息,毫无疑问独冠实力越高的球队获得的响应场次也越多。 但是湖人位居首位也让球迷们颇感意外,因为从实力的角度上看,即使湖人引进了詹姆斯,都怪实力方面,依然不及排名紧随其后的球队,很显然并不是完全依靠实力分配的全美直播场次。 至少如今的湖人综合实力方面远远不及勇士,因此湖人获得如此多的场次更,湖人的拥有大球是有很大关系。 虽然湖人最近几个赛季的表现并不理想,但是并不妨碍湖人拥有众多的球迷。 此外在上个赛季虽然湖人联系后大都没有劲,但是依然获得了35场比赛全美直播。 而这在当时的场次排名,会总畏惧联盟第五位,可以说大球是湖人受关注的最主要原因。 三,詹姆斯的加盟增加湖人影响力,当然除了球是广阔之外,詹姆斯的影响力也是无庸置疑的。 虽然科利夫兰本身是一座小城市,但是依然在上个赛季获得了39场全美直播的场次。 如今湖狂离开骑士之后,瑞典道仅剩下七场这也足以证明詹姆斯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。 詹姆斯的到来不仅增加了球队的关注度,而且也增强了湖人队的实力。 他的加盟让湖人一跃成为夺冠的热门球队,如今的湖人更是对新赛季有所期待,虽然张姆斯如今已经34岁高龄了,但是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实力。 而下个赛季湖人也将目标锁定夺冠,也正是因为如此湖人的关注度,甚至超过了勇士,因此湖人获得全美最多的直播场次,也没有那么让人意外了。